欢迎收看iStar全球新势力 我是高玉玲 演艺圈的生存战 向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找到自己的定位 才有望拼出名堂 来看于天家的小儿子于祥全 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话题人物 最近呢 在节目综艺文很大当中参赛 因为表现太废 让队友们大崩溃 摸取也让他越骂越红 甚至很多忠实的观众跟网友 从黑粉转成真粉 称赞于祥全越玩越好了 很会接话 很有效果 但其实刚出道的时候 于祥全或许曾经的梦想 跟老爸一样是歌手 只是火候不够 21岁的时候 参加歌唱节目 被评审毒舌酸 于祥全一度情绪溃起 过了十多年 当年那个被酸 不堪一击的新二代 已经摇身变成新款体盘的综艺卡 自创这一套 于祥全 大获好评 我们也来看看他的翻转人生 这是 房文艺 房文艺 拿来 这样子 你怎么我们要先带好啊 好 太好了 谢谢你 彩璇 谢谢你了 我帮你了 彩璇 我帮你了 我帮你了 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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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太大了啦 想不出去啦 你真的算大了 下去比你了 趕快 想不下去啦 想不下去啦 用脚刮 用脚刮 加油啦 爹爹啦 那你怎么想通过啊 你真的不要这么说啦 开玩笑喔 200公斤 用你的余祥全 用你的余祥全啦 我不要再提到 每月份是谁 余祥全 各位答应我 不要把余祥全跟绿茶 發在闊里 嗯 制作单位听到咯 就如小鬼所愿 那是不可能的 欢迎我们天牛队的队长 韩传 韩传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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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还要很帅 你们选得超好的 真的 教会 我真的朋友很少 你为什么没选我 我没选啊 第一人要选 他演唱都没帅吧 日本北国之村的演唱人 来啦 美村 中文版叫做 中文版叫做 榕树下 余祥全上综艺玩很大 因为不擅长游戏被亏是废咖 汉也总是赢不了的绿茶一起当队长 队友们崩溃 观众马 又马又小 看我脚是什么样子 跟你讲 真的超累的 我累不累的问题 我脚很痛 因为正在受伤 哎呦 谁叫你选到这一关啊 我跟着你 走 哇 你看你赢我耶 很好很好 太累了 我会去看一下留言 哇 留言我第一集真的是被骂到 我第一次去上的时候被骂到一个爆掉 就是废棒 就很废的那种 就是被骂到炸 就是翻就是翻掉那种 那其实我回去就 就 检讨了自己一下 因为我第一次去其实我也不懂 我只是觉得可能你没有办法做到的观看 就做效果就好了 然后第二集了 第二次去我就稍微有改观一点 就放 就放 比较放开来玩 崇宇湘全身上证明 综艺碗很大 是无完真的 一开始因为脚受伤被骂是老鼠屎 讨论度比较高 但大家不免想起 当年的这一刻 有点心疼疼 虞翔全 虞翔全 你是一人吗 你受过去吗 你看你还是把我转到一样的位置啊 不会啊 对对 2006年初次上节目唱歌 受不了批评 太年轻的虞翔全崩溃了 不吃不喝 家人操碎了心 好不容易复原 却老是有凤意新闻 因为违规停车被踢爆 虞翔全的儿子虞翔全 在第一时间立刻驱风道歉 老爸正在忙 儿子却拿起电话 call out找虞翔 被外界解读 你是来乱的喔 新二代你却是沉重包袱 虞翔全活在出门的世界 一举一动被放大解释 这几年他积极走自己的路 推销面膜 卖气泡水 情跑通告 努力甩开 靠靶标签 我不要再靠靶 就算多年被忘忧 哈 就算多年被忘忧 酸 让这眼中强 我要两个大指强 一 下 带有综艺 诚也更厉 唱着没有老爸再好 没关系 当综艺咖大获好评 余翔全已经懂得 最高级的幽默 就是自嘲 一直想要的就是 带给观众朋友欢乐 就是 虽然我知道像我爸 那样看起很难 因为现在时代也不一样 毕竟是我爸那时候 而且我爸走的是 可是他比较走的是 歌唱的路线 那 那 就是 就是 就是朝不同的路线去发展 我觉得 带给 目前对我来讲 带给观众朋友欢笑 对我来讲 我自己 也是我很喜欢的事情 这太简单了吧 你超好的 他在干嘛 他在干嘛 你你在干嘛 你哪有 你戴上 你戴上 他戴上 这太简单了吧 沒有人可以侮辱你 只有神可以侮辱你 真的沒有人 因為他們看不到你真實的你 你不認識我 你不能侮辱我 只有神可以侮辱你 調試好心理 余祥全真的長大了 在事業上穩搭穩打 搞笑功力受到更久肯定 現在更嘗試當Youtuber 只要努力 人生總有半轉可能